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承锋 难道是又有人来惹事 楚道士 您总算接电话了 有个紧急情况 可能得请您亲自出马了 怎么回事 你慢慢说 江南省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古武界大会马上要开始 但咱们江城代表还没选定 我思来想去 眼下有资格替江城出战的也只有您了 古武界大会 还有这种活动 是 这是咱们江南省古武界的规矩 每三年会举办一次比试 赢家有资格划分势力 说来惭愧 我早年巅峰时期也只得过第二名 所以咱们江城始终拿不到什么好的资源 好 我知道了 把大会时间地点发给我 我准时参加 太好了 有楚大师出手 这马稳了 江南省的盛会 说不定丘陵云也会去 初一 快出来 大事不好了 嗯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刚才胡来他们在篮球场遇上渔州学院 上来就跟我们抢场地 还调戏光飞飞 胡来看不惯 上去呛了两句 结果就和他们打起来了 现在人都送去医院了 什么 初一 这里 怎么样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我用你之前教的太极功夫 把他们全撂倒了 就是没掌控好力道 对方伤得有点重 你没事就好 其他的交给我 把我们伤成这样 你们还敢来 初手打人确实是他们不对 不过好像是你们挑衅在先吧 甭管怎么说 哥们现在中伤 一口加二百万 少一分都不行 中伤 看你这中气十足的样子 感觉你也没毛病啊 你 打了人还这么嚣张 有没有往返了 起开 苏主任 你可算来了 江城学院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放心 我一定给你们做主 你们打了人 就必须赔钱 否则谁也别想走 这件事错不在我们 我不会赔偿 若想找事 我处义奉陪报底 古兰 我们走 好嘞 打了我的人 信不信我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 你大可以试试 处义是吧 我记住你了 小秋啊 对方有眼不尽 不如你问问你堂哥 看他有没有办法 好 有秋云集团在后面撑腰 我害怕收拾不了江城学院的几个混小子 喂 哥 我被人打了 哦 竟然有人敢动我秋家的人 谁这么大胆子呀 是江城学院的 你不知道 那帮家伙十分猖狂 说我们秋家一文不值 现在的小年轻都这么嚣张了 过两天我要去江城 到时候顺便把你的事情解决了 太好了 谢谢哥 是二公子那边出了什么事吗 小事 当我去了江城 自会帮他搞定 不过 这次去江城 我们一定要小心此人 传闻这位楚大师修为奇高 当日的万魂宗老祖便是被他击败 江城那小地方也能出这样的任务 真让人眼红 越是如此 我们才越要与他交好 只要不与他为敌 便是上上之计 听说这次古武界大会他会现身 您不如借此 我也正有此意 楚夜 你是不是飘了 和渝州学院发生这么大的矛盾 你也不告诉我 有没有把我这个院长放在眼里 唉呀 这一点小事 我自己能解决 你给我做好 好嘞 他们这次没讨到好处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这段时间你小心点 你是在担心我吗 谁 谁担心你了 我是怕你影响学院名誉 放心吧 就凭他们还不敢对我怎么样 更不敢对学院怎么样 时间不早了 我回去上班了 楚夜 你终于来了 我们等你好久了 这帮家伙怎么转性了 突然对我这么热情 哥 小妹 你怎么来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袁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给我想想办法 回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啊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啊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鲁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最多人都玩了 血鬼 圣骎鲁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你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构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